来大家看一下 这是个什么料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疆和田料啊 还是地方里边好的透闪石啊 这是一个韩国料啊 还是一个什么料啊 你能分清吗 按照现在意义上的检测都是和田 我们就不纠结了 看一下 这个料原来是个白料 我们放大了仔细看 是不是自然入土以后形成的 土石土咬 裂 裂完了以后有沁色 并且有一个缩肉现象 其实不叫缩肉 是土石土咬造成的 轻微的土石土咬了 你看地下点 都是老化的一些现象 还有一些烂孔 还有一些泛散的现象 只要这个玉器上 出现了这个泛散的现象 它一定是入锅土的 来 反过来看一下 这个没有 这个就一面啊 这个没法没法讲那面了 这就一面啊 这个温暖的 是